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appropri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17号音乐仓库的第2集 我们将会在三个小时内 准备一场限时的演出 每队的演出时长一个小时 就等于一个人的办公 espacio 这个麻烦了 我那根干两分多年 说啥呢 你们有合唱 我们没有合唱 没过 要不要咱们放到最后改 这要怎么用比较好的 我们 所以你們就找到一個 有請《愛對不對》 進行上半場的演出 大家好 非常好 我說不出來了 前面到哪兒了 我實在是往下接不動了 上半場演出已經結束 接下來的十七號音樂倉庫 將美好幸福都留住 新的一年快快樂樂 你們想要的美好都在這兒 無所謂對不對 表演現在開始 尖叫聲在哪裡 雷尊哥 前輩真是前輩 前輩那真是不如 這個真是差十萬八千里 無零無雲別叫我媽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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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叫我媽媽 你剛才怎麼扭的 太辣了 辣不辣 辣 既然剛才菊姐剛演完 上菊姐給我們來念幾個號 對 在念號之前呢 我們想給大家展示一個 今天我們這個隊是有主題的 對 這是他們今天剛拍的 對 有被捲到 我們的主題就是 五角大星 無所謂 有被捲到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是拍了這樣一個照片 就是我們五隻腳合在一塊兒 並且用五隻手組成了一顆星星 所以我們就是五角大星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拍五個腳 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第一季的十七號音樂穿過 其實我們第一季的第一期 當時我們幾個人 來到這裡的時候很懵 我們的第一張主題海報 其實就源自於 我們當時四個人的鞋 每一個人的腳站在一圈 然後拍成了第一個海報 所以我覺得第二季我們再次回到這裡 想把這份記憶和第一季 所有朋友們的回憶 都放在這個海報裡 那接下來就把這個海報呢 送給我們場下的朋友 好不好 對 上面有我們的簽名 我直接 在此聲明一下 也跟我們的新同學們講一下 在我們十七號倉庫 第一季的時候 在現場演出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的環節 叫做來福堂食 對 特別的環節叫做來福堂食 太棒了 所以現在這個環節就是 他們上一集有 堂食 對 堂食就是在這兒吃 你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都有填一些那個問題 對不對 對 然後我挑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動人的 今天最想跟誰分享音樂現場 寫的是吳莫愁 有什麼特別想對他說的 2012年的夏天是默默感染了我 想對他說一句謝謝 帶我們的童年 帶給我們音樂的那種激情 感動與活力 讓我們的生命當中出現了一束光 鼓勵著我們努力生活 這位朋友是 好 這張海報是你的了 送給你的 你上來 我為你唱一首歌 好 先把這個海報送給你 是我們每個人的簽名 對 然後你想聽什麼歌 小女孩的花花世界 有點可愛的一首歌 大家給我一點掌聲好嗎 好 走在花花世界 我是花蝴蝶 給你一點眼索性口味 回顧姑娘穿梵不屑 顛覆你所有的感覺 進入副歌跟我一起咚咚 讓煩惱空空 發現憋憾變笑容 跟我一起咚咚 我愛了這樣 一個年頭就能夠擁有 她唱得好好 真的 你是學音樂的嗎 我是因為2012年的時候 聽到莫莫那個時候 我還是小學四五年級的樣子 那個時候可能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聽到莫莫的歌曲 我就會被感染到 然後直到高中有一個奇蹟 就是成為了和莫莫一樣 專業流行演唱的一個學生 也是希望能夠努力 希望有一天能夠和莫莫在舞台上見面 一定可以的 謝謝你 謝謝莫莫 謝謝 好 那即我們繼續唱歌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唱歌的人是誰呢 好啦 你們下去吧 好啦 走啦 拜拜了 你妹 大家有沒有看過《蓮花樓》 好 裡面知不知道有一首歌是我唱的 對 這首歌叫做《山外》 具體呢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在意 這首歌在三十八級 大概他們三個人 就是同時往前走的 站歌旗的時候 到時候大家聽一下 可以不 對 然後我打個提前亮 這首歌其實聽一遍就會了 我先試一試看有沒有人會唱 《山外青山樓 外樓》 《尊重荒地青碎樓》 有些人居然會唱的 我在網上看到 《山外青山樓 外樓》 《尊重荒地青碎樓》 好 等一下你們要唱這個話 就不要了 好不好 來 教大家一下 來 聽一聽 《山外青山樓 外樓》 走 《尊重荒地青碎樓》 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也很好 學到了 半個小時 兩個首歌 好 好 我等一下斗膽把邁地下去 你們唱成什麼樣 就唱成什麼樣 好不好 《山外》送給你們 好嗎 armpit 尊重荒地青碎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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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成什麼 天後 昨日随手点灯照四方 但拨不了喧嚣 今朝归花莲片换十年 飘摇融化草 一字一句记下了无理规矩 又会唱出歌名堂 当时那么容易遥遥加努力活下去 指定要天下无敌 山外青山楼外楼 无容黄礼并翠柳 春角花月也一首 竹林深处轮天珠酒 山外青山楼外楼 无唤心意几度酒 追悲笑愁愁愁愁 江湖共鸣入海流 回了吗 回 回下版本交给你们了 好 昨日随手点灯照四方 但拨不了喧嚣 今朝归花莲片换十年 飘摇融化草 一字一句记下了无理规矩 又会唱出歌名堂 是那么容易 对福下 一上 山外青山楼外楼 如 Bang Lee Min翠柳 春角花月也一首 出顶山出轮天珠酒 一起來 來 準備好了吧 最後再大勝一次好不好 5 6 7 Go 好聽 好聽嗎 好聽 這個你看 現在我在第一個麥就完全不一樣 你看 山外青山樓外樓 你必須跟我一起來追 王肖昆 此刻你最想和誰分享音樂現場楊老師 不是 不是楊老師 哪來的楊老師 不是他的意思是 他的楊老師 他生命中有一個叫楊老師的人 楊老師 真的啊 你看演出 你最想給他點一首什麼歌 天下 快來 小心一點 他好激動 別哭 我活著呢 可以看得出你很喜歡笑坤哥 天下是什麼歌 就是你那個 就是 你那個 這一首 這個 讓不咱換一個別的一首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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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記得嗎 上四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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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唱什麼 停馬倒了還 又停馬倒了 又停馬倒了 這倒是海山一季唱過了 對 上一次唱過了 就是 你挑 我挑 我挑哪個 你打開音樂人 讓他自己挑 那我給你唱首 帶我去尋找好吧 可以 快帶我去尋找 無法把你忘掉 這世界那麼大 你會在某個地方 快帶我去尋找 無法把你忘掉 那一世的美好 依然在我心上 謝謝 謝謝坤哥 謝謝坤哥 好吧 那謝謝你 謝謝 上天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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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份開心的心情 要不帶到下一首歌呢 好不好 沒錯 接下來這個組合 據說是一個爺孫組合 你們倆為什麼是一個 這個唱歌的一個音樂呢 沒關係 等我們先唱完這首歌再說吧 有請王孝坤 吴華昭 會場的一起唱 我多心想唱首歌給你聽 歌詞是如此的甜蜜 可是我害羞我沒有勇氣 對你說一句我愛你 為什麼你還是不言不語 難得你不懂我的心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表明 我會見你說我願意 千言萬語裡 只有一句話能表達我的心 千言萬語裡 只有一句話就能夠讓我們相會相依 一句話就能夠思考 我愛你 你是我的阻力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是我的樓梅 我愛你 我愛你 你也是我的樓梅 每一夜美丽的爱情祝福着回来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愿意 难道心里不懂我的心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表明 我会对你说不愿意 千叶半雨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叶半雨里只有一句话就 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两山坡 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但爱不放开 我爱你你是我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处理 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美丽的爱情祝福着未来 我爱你你是我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两山坡 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美丽的爱不放开 我爱你你是我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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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美丽的爱情祝福着未来 你愿意变成你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处理 我愿意变成你的处理 太可以了 我们唱的是《亲情》 对 我们唱的这个《亲情》是穿越古今 穿越中外 这个有时空的差距 大家觉得甜不甜 甜 你俩真的 怎么会想到唱这首歌呢 其实在第一季 来到十七号音乐仓库的时候 可以说整个是一个大手忙脚乱 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的天啊 这么多东西我都不会 我们在这个仓库里什么都没有 舞台也没有 我们要联系灯光 音响 然后所有工种去对这些东西 但是呢 自从孝坤哥加入了十七号音乐仓库之后 我就发现 哇 这个哥哥是一个很值得依靠的人 可能镜头前大家都看不到 他幕后远比他在镜头前你们看到的 付出的东西要多得多 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多不会的东西 孝坤哥哥就会帮着我 慢慢的呢 我们从兄妹的关系 逐渐因为太依赖他了 就把他叫爷爷了 还是主要长得老 我帮我老 所以我觉得这种 爷孙的这种感情可能浓度更深 我觉得能表达他给我们的那种 保护我们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感觉也蛮深 就现在其实大家 不管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是怎样 其实大家都会进化到一个 我在你身上能找到某一种灵魂的感觉 某一种契合的那种依赖的感觉 所以就是当莫愁就是说出 这爷爷的时候 那时候我又好温暖 就是在你身上能找到他可能 自己想要的那一份 依赖和温暖 对 包括其实上一季好多人 我们都互相依赖 是的 然后没来的这次 老何呀 董梁 对 小胡 对 都是互相依赖的 真的 是 那就是我们的故事呢 就是先暂时写到这儿 对 以后的故事就靠你们了 好 他们在聊天 来 任忠 接下来那就交给你吧 交给我 好不好 今天给大家带什么歌 那我走 好的 那我走 好的 我爸 走 那我走 这首歌叫我只能离开 好吧 那些默默和破旧回忆 故事已归零 已经没有人会在意 谁先停留在你倒影 爱不再清晰 不再有意义 我选择你的夜深 眼睛怎么不断提醒 所有那些曾经复杂的旋律 像在这生活之间 没办法逃离 忘不掉的 忘不掉的 失险离开的 是没有资格 我 忘不掉你的船 关闖头给你 遇到冷漠 沒離去 解開所有逆流的難題 失眠你的呼吸 我在 失去你可以的 那些難忘的光 一瞬間掉落的淚 我只剩情指定不放 什麼都 都沒說 不能夠再衝動 我只能離開 我尋找你的運輸 運氣怎麼不斷 提醒所有那些 從心複雜的旋律 現在展現我之間 沒辦法逃離 忘不到的 是誰離開的 不是每個資格 I know你的雙手緊緊 能夠保持你的冷漠 沒離去 解開所有逆流的難題 失眠你的呼吸 我才 失去你可以的 不是難忘的 一瞬間到落的位置 剩情緊緊不放 什麼都 都沒說 不能夠再衝動 我才 失去你給的 那些難忘的 一瞬間到落的淚 只剩情緊緊緊發 怎麼都 就這樣不能再一次衝動 我只能離開 我只能離開 還是嗎 還是嗎 因為我很久很久 沒有就是在Live House演出過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跟大家這樣子很近很近 所以很謝謝 這次17號倉庫 能讓我參加這一次錄製 就我特別喜歡 特別喜歡Live House的氛圍 對 我其實一直有個願望 就是我想跳水 但這是不太 不能 你圈兒跳不了 你圈兒跳不了 太低了你知道嗎 跳不過去 你就在這兒往上跳一階 好不好 你就跳著一階 淺跳一下 來 跳水圓滿成功 是 可以吧 我的心願完成了 謝謝 謝謝 人中真的是 也是這幾年 我們好朋友好幾年 然後也是一步步看著 從Live House 然後唱到場館 然後唱到更大的場館 是 其實我也是這樣 有時候經歷過 稍微大一點的場館之後 反倒就非常的懷念 是 就這種跟大家特別近距離的感受 就是然後不管是開玩笑也好 然後還是走心也好 還是說你犯錯也好 還是說你自己突然的 然後就想到一個什麼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是感覺一切都是自由的 對 所以 是不是 所以你們也是自由的嗎 是 你們也是開心的嗎 是 好 謝謝你們來到17號音樂藏庫 謝謝你們 加油 加油 接下來就是我們五個人的合唱 我們的隊名叫什麼 無所謂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團歌就是 無所謂 無所謂 誰會愛上誰 無所謂 誰讓誰憔悴 我的幸福 是斷在的美 幸福花靠 才回來受罪 錯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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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說的那麼絕對 失去非 再不說我不後悔 破碎就破碎 要什麼完美 放過了自己 我才能高飛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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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遠這世界 所有的不對 無所謂 無所謂 我無所謂 何必讓自己痛苦的輪迴 我無所謂 搓一杯 再不說的那麼絕對 是與非 再不說我的後悔 破碎就破碎 你要什麼完美 放過了自己 我才能高飛 無所謂 原諒這世界所有的不對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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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讓自己痛苦的輪迴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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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 破碎 謝謝大家 我們是 無所謂 對 無隊 謝謝 感謝無所謂 對不對的表演 下半場演出已經結束 謝謝大家 請各位拿起手機 準備投票 無所謂對不對 表演是否打動到你們 進行投票 投票結束 大家也是撤 好 無所謂 你們是穿一個場 半個角色 你們是穿一個場 半個角色 是不是特別好 前輩就是前輩 拉到我們哥 沒有 嗓子太棒了 你學楊坤更像 剛才 學上癮了 很好玩 很好玩 這個節目挺費腦的 感覺到了 尤其是你主題那期 完全整不會這個 沒關係 不用壓力大 反正都帶大家一起來做 沒事 隨便弄 到時候我們就都 回別睡覺了 成功了 成功了 當然有人成功 有人成功 那一定是 按照劇情來說的話 按照劇情來說 應該是我們失敗吧 我們不磨叽好吧 我們先從宣布結果開始 好 如果新主力人隊勝利 可以拿到我的初始資金的翻倍 如果前主力人隊勝利 新主力人隊的初始資金減半 五折 來 請我的同事把上半場跟下半場 能夠打動到觀眾的分數出現在屏幕上 二六九 二七二 三票 哇 差得這麼 哪邊是上半場 那肯定 我們應該是二六九 應該是上半場 二六九 不過我覺得有反轉 我們是二七二 哪有什麼反轉 有啥反轉呢 你這肯定是左邊是上半場 右邊是下半場 對 你要想虐人的話 那我覺得 我們直接公布結果 公布吧 要被磨叽 二 一 恭喜 無所謂對不對 也就是我們的前主力人隊 是吧 二六九 不是 最重要的是二六九裡面還有我們的5票 對 那二六九我們自己也投了 其實是二六四 你們還少了 他們少了 他們自己給自己投了5票 我們是不是也是投 我剛剛想問 是不是也可以給自己投 關公 憑藉我們去年的倉庫的經驗和一些對於觀眾 包括來福堂食 對 你看你們就忽略了 而且你來過 對我來過 我都沒注意 那是我們的王牌環節 不僅有堂食還有外賣呢 對 我去年送過一次外賣 我都忘了 你看看 所以根據我們下午說的這個規則 你們只能拿到一半的初始資金 一半是多少 五千 五千 其實不少 幾場演出五千 四場 四場 四場五千 五千塊四場演出 一場只有一千多 對不對 包括飯錢嗎 喊在裡面 那也沒別的事了 吃飯就沒了 並且我們即將到來的第一場主題演出 要達到大眾評分滿意度的4.8分 4.8分 對 不然後面會遇到更為嚴峻的挑戰 還蠻艱巨的 還蠻艱巨的 沒關係 但我對大家今天的整體表現 我們的新助力人隊 愛隊不對 還是非常的滿意的 說實話 作為第一次 除了小白之外來過一次 我也算第一次吧 你可以算第一次 對 這一次的表現我覺得包括你們用了一些小的巧思 其實我個人說實話 我覺得我還是選對了人的 很好 謝謝 真的很好 為自己鼓掌 也非常感謝我們的王菊 包括顏仁忠 以及我們的半永久主理人遠哥 還有我們上一季的初代主理人默默跟孝坤 感謝 謝謝大家 感謝 太開心了 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非常溫馨 但是我心裡非常感動和激動的環節 因為要把鑰匙正式交接給你們 好 對 交接一次 好 好 那這個鑰匙 我們倉庫的大門 唯一一位女士 唯一一位女士 而且在今天整個所有的表現當中都非常出色 非常有色 反應靈敏 情商也高 敢作敢為 真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 一代強債前行 目放 實在是高 實在是高 謝謝 加油 非常優秀 好 我準備了一份紀念的倉庫的鑰匙 送給家人們 哇 哇 鑰匙永遠給你留著 門永遠給你打開 哇 來王君 我也有 謝謝 當然 當然 楊仁忠 楊仁忠 很感謝這個節目 也感謝我們的王經理 希望他可以招攬更多優秀的人才 繼續經營這個最棒的音樂倉庫 嗯 這就是真的是真的是 不回來吧 不到這地方也不想 然後回來以後就 哎呀 還是挺 挺想再回來看看他們的 好 希望他們經營好 他們肯定沒問題 這麼多年輕人 有朝氣有活力的 肯定會特別棒 這個僅有700頻的小破倉庫 絕對彈不上豐盛 它沒有為歌手們提供絕對絢麗的燈光 你聽到的所有歌曲 也幾乎沒有給到他們時間 空間 用精緻華美的編曲 去呈現絕對細膩的音樂狀態 更多的時候 使歌手和現場的樂隊老師 用即興 能力 熱愛 詮釋出的音樂最原始的勇氣和能量 相較其他的舞台 倉庫沒有的還有很多 但我們也擁有很多 那我不能留著啊 我就這個電腦 過往所有人的並肩努力 將17號音樂倉庫 打磨出了一種獨特的形狀和氣質 這個因為物理空間 讓我們心理距離也很靠近的舞台 只要你向前走一步 就能聽見最真實的聲音 創作本來就是非常自我的一件事 但我一直相信 我的作品一定有人懂 遇見理解 是這個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之一 倉庫讓我很安心 我覺得在這裡可以收集到 聽到更多靠近新的聲音 我想把它們化作音符 寫成歌詞 融進我的創作人 其實我每年都會在音樂上 給自己一些新的小目標 今年其實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 結合更多 像樂器的一些參與和發揮 可能更多有樂隊感吧 希望可以通過這個舞台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2024扩容版的 心裡難以高 對 然後也想借這個機會 聽一聽大家 對我這些新的嘗試的反饋 可能熟悉梁龍的朋友會覺得 哎呀 Live House是你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了 我也承認 但是像這幾年 更時髦的或者更當代的 更當下的Live House的話 實際上我接觸的不多 我希望能在這樣一個好玩的空間裡 能夠彼此發現更多的可能性 也因為我說過這是一個 不一樣的Live House 就我團隊同事跟我說是陰宗嘛 然後就來了 就沒有考慮太多 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覺得可以唱歌嘛 能為舞台可以唱歌 好好唱歌 石橋音樂倉庫呢 是我第一個非同台靜眼類的 這個常駐音總 對我來說內心非常的開心很興奮 因為確實一直從去年 基本上有差不多半年時間 都在忙碌於演出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一些工作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的機會 去跟大家表達我自己 那我其實還有很多想說的話 我希望可以慢慢講給大家聽 但是我只能說是盡量慢哈 就這樣五位音樂人們帶著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期待不同風格的音樂表達 正式地開啟了今年17號音樂倉庫的音樂旅途 接下來我和你們一起等待 他們在這間倉庫裡創造出的全新色彩 和所有的快樂發聲 吃好了各位休息吧 謝謝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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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早上不到七點 然後我們先出發了 我後面有一個四個月前 就人就摳死了一個一天工作的時間 卡在了這兩天 那沒辦法 對就就確實沒辦法 確實後天錢也少 你離開也行 怎麼不僅五千塊錢 我幫兄弟們省下六頓飯 希望家人們可以在這幾天加油 然後第一次演出順利 然後特別好 大家最棒的 然後之後見 對 四個月 不是 也有 好 早 方君 早 老胡 赶紧的 我得好好看一看 因为高董说精神起来的老胡是不一样的 我来了 我来了 哎呦 确实还是有变 你看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品牌没有讲究 啥 都行 点咖啡 对 都可以 这也得算到那儿五千里 对 那我不喝了 不是 昨天还有一千 我就那天开始不喝咖啡 不是 我们昨天还剩几百块钱呢 不用白不用 昨天的钱不算在其中资金里 是吗 对 给我来杯拿铁 好 热了 行 你看我给他画的 O1 你们可以每个人给自己添一笔 我好添 我加个眼镜吗 对 小胡加眼镜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对 但是说实话我不会画眼镜 两个方块 中间一盖 左边一盖 右边一盖 行 行 我怎么有点人者神规的味道 有人来了 来客人了 何方来客 怎么又乖上了呢 谁 婚庆私仪 咱这没人结婚 好吧 回去吧 太过分了 您请回吧 对不起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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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急的 比上一件好 谢谢你给我们带的花 对 这有菜花 有各种各样的菜花 它寓意着啥 今晚的火锅吗 也可以 你不是喜欢吃玉女吗 是吧 直接就可以炖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玉女 对 你批地说的 哈哈哈哈 走走走 怎么样 这边住的开心吗 还行 还行 我房间呢 那儿 啊 真的就给安排到一楼了 这个 对 我一般宾客都是住一楼 对 没有房卡 没意思 不让我进门啊 是吧 你就先放那门一会能搬进去 好 没事 我先参观一下 我就不客气了 对 你是太熟悉了 对 我就是这节目 反正我也算来过不少回 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 随时吗 十点了 马上十点了 那走吧 马上十点了 走吧 早晨阳光明内喝上一口 今天 清晰的一天又开始了 带上满满的正能量 热爱前行 热爱前行 莫 莫 莫 来 瞧着这大早上这太阳 这个阳光确实正不亮 张远你穿秋裤了吗 没穿 有太阳你穿啥 闷着了 老白你穿秋裤了吗 穿了 我也穿了 必须穿 我刚才问张远 他说他没穿 我赶紧没接话 我必须穿 我们今天干啥去 我们今天干啥去 今天 你们以前也这样吗 到晚了 就是说出发的时候 啥也不知道 因为一切发起都得自己想 今天咱们要干什么 我们主题是什么 得想明白了 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 尤其是第一场 还是别半括 稍微的给咱留点口碑 立住点这个口碑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 一个主题 是 然后主题完了之后 大家各自分工 是 第一季 算看了几个 我们记下来一个什么 半夜失眠的那个 《无眠之辈》 《无眠之辈》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你为什么什么爱情那个 我不喜欢爱情的理由 莫莫那期没化妆 是在理会的吗 你是最棒的 还有一个是 《少年三世不知返》 我觉得其实四个呢 因为我看那三期都很走心 就他们那几期 对 我们也得坚持走心的一个感受 但是咱们这四期 是不是能变全都那么的 说得好 就是我觉得有一期 我们可以就回归 大家对Live House 就纯粹最本身 来看演出的那个感觉 太对了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 咱们不是每天跳操吗 咱们有一期 我们所有人一边跳 你今天来做处理人好不好 你做处理人好不好 让白举刚闭嘴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且娱乐的方式吗 怎么说呢 就是昨天 就是大家站的那个距离 没关系啊 不一定跳得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把所有的规划 只要做好了 哪怕起来一百个人对吧 每个人在那个格子里边 该抬腿 该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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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还想来一百人 我挑那么一会儿我就不行了 大家本来是来放松的 你只有感人健身的 就是释放 不可行 我觉得这个 可行 那你觉得让老白闭嘴可不可行 太重心了 现场我们现在不是讲的画格子吗 没有人要画格子 为什么要画格子 然后我们做集中注意力思考的音乐 然后我们做这样的音乐做完了之后 然后大家画的那个格子人行为奇 什么玩意 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当作棋子在那跳 你在说什么 活动玩意 人 人已经够累了才来Live House 你还要让人让人觉得自己是个棋子 对不起 人生已经很累了 你还要强调我就是个棋子 我都想象不到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们脑补没出来 我昨天脑袋突然闪现一个画面 我觉得第一波人挺好的留下吧 然后咱们当兵嘉宾厅 咱们走 你看在台上人家那个松弛度 对 然后对整个这个情景 情感对 所以有时候他们打的那个T机 我们得接住了 不然的话也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觉得 我想到了 闭嘴 哈哈哈 我们开个会 走 开会了 昨天一天大家是一个适应状态的一个节奏 对吧 因为跟前任的主理人们经过了一些磨合 多少感受到了一些属于音乐仓库 属于这个地儿的一个整个的工作的简单的一个流程 氛围吧 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营业状态 我们要开始上班了 我希望今年各位能够把十项音乐仓库给做大做强 扩大它的影响力 今天我要干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昨天的账算一下 好 昨天小白我给你转了一千 对 对吧 然后你这边你算一下 你昨天花了多少钱 322.44-79.9 我们还算242块5毛4 好的 转给我 然后把所有刚刚那些消费过的凭证截图发给我 好 全都截图 好吧 我就那天开始不喝咖啡 不是 我们昨天的钱不算在其中资金里 给我来杯拿铁 你现在再点几个贝果 一分都不能少 对 这个是得算好 这个是得算好 然后收到小白 现在我要把今年的这个工作手册我先给到你们 一 初始资金 五位成员轮值作为主理人 策划完成四场主题演出 投资人将给予五千元初始资金 除仓库硬体设备免费使用外 活动策划费生活费等开销 一号需从初始资金里支出 我特别想加个 万 五千万呢 加个链也行 加个万也行 前面加个一也行 特色业务来服外卖 投资人将从微博话题 尽号 十七号 这是个话题 话题 十七号音乐外卖送 十七号音乐外送 十七号音乐外送尽号和 称极的投稿中筛选出订单 根据点单人需求前往指定场地地点 为其送上音乐现场外送 完成外送服务后将获得一百元的补贴 计入运营资金 那这个一天送几分呢 送的越多 正的越多 对 特色业务二 来服堂食 主题演出过程中 现场观众通过扫码互动 进行现场点歌 推广津贴 十七号音乐仓库将在 这一世界APP上线音乐外卖店 并上传各位的舞台直拍 观众在店内下单 每当下单量达到一定标准 各位将从投资人处获得津贴 计入运营资金 下单量越多 获得的津贴有越多 参与下单的观众 还有机会解锁节目独家花絮 允许亲笔签名照 前面还有个联系人电话 明天晚上我们的第一场主题演出 就要开始 所以现在需要各位一会儿来讨论一下 第一场主题演出的主理人 订完了 订完了 老胡 这么快 老胡 胡说完了 你们自己讨论一会儿 然后主理人主题 好 没问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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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可以在音乐的选择上面 选一些大家数据的比较广 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 大家好接受 马上和大家拉近这个距离 对吧 挺好 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时尚包括音乐都是个轮回 你看近期就是父母辈的人喜欢的戏曲啊什么 对 都回来了 是吧 包括以前老婆孩真的很好 又回来了 你最近有没有刷那个新龙门客栈 有 好看 我俩女的 帅死了 好 乐剧 龙门客栈 陈立军 龙门客栈是吧 李云霄 对 他们就是把乐剧又重新带到了年轻人的事业里面 大家永远觉得好像旧的就是过时 但是旧的变久了也会变新 那我们唱老歌吧 唱老歌可以 就是说唱经典老歌太笼统太多了 都说我们要唱经典唱老歌唱老歌 但是他们有一个更具体的 你来听这一场老歌是来听什么的 比如说定一个比如说像就是爸妈妈听的歌 你看我先把岁数大的说 你像我们那种七零后 我演出的你还觉得还在舞台上呢 我的同龄人已经不参加这种活动了 七零后对吧 你得生活得照顾孩子 对 然后关于现在现场去一次感觉自己还有点可能也不合适去吧 对 放不开 但对不起 他们是跟我岁数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在底下看得出来 对 但是有多少年没看了 对 最少十年起 甚至到二十年了 我相信他们来这个场合一他有感触 对 所以我们这次要换起他们 第二打破自己的东西 但怎么才能把他们找来呢 现在不是来看Live House的人年轻很多吗 嗯 我们就让他们把爸妈带过来不就得了 对 这是个方法 对吧 对 其实带爸妈来看Live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课题来讨论他们是如何的感受 还有他们跟孩子们一起听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在我们四个人在热情讨论的时候只有一位同事在后面走来走去 我们的主理人 我们的主理人 你要不说两句 也觉得这一场你作为主理人是不二十选 来 来 我刚才找了杯水 没事 主理人您觉得咱们这些想法您同意吗 我刚才想的就是唱爸妈妈喜欢听的歌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听老歌 比我年纪大的歌的人 那你跟你爸妈共同话题还蛮多的 非常多 因为我跟我爸妈就像朋友一样 我们没有任何的 这就很好 都好 就无话不谈 这是我们会 到家和出门第一件事一定是抱抱他们 然后亲近他们 对 然后我一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说出口 一定是要做出来的 这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我跟我爸妈妈的状态是属于那种 好朋友的状态 就是我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跟他们分享 有时候我们又像朋友 又像他们孩子 就是很多的关系在里面 但是仅仅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对于另一个代人 是多么难迈出的一步 是 是的 老胡你看你90我93 咱俩很近 就是你觉得很平常的 对于我来说我之前是 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的 我家人也是 因为我家人他们的表达方式是这样 所以我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传统一点的中国观念就是 男人 我们更多的要用我们的行动去表达我们的爱意 而不是用嘴巴说 然后在很多时候 你真的面对面 我对我妈妈说 妈妈我想你了 妈妈我爱你了 这个带给她的冲击力 你带给她的那股暖流是不亚于任何一次 你给她送了个包 你给她买了一个她喜欢的什么东西 对 这种情感的 你说你们是 爸妈对你们的爱说不出口多一点 还是自己对爸妈的爱的感觉 说不出口 都有 我是我跟我说不出口 我不知道为啥 就是我爸妈还算挺爱表达的 我妈从小就会跟我说她爱我 我说不出口 对 我的回应我说不出口 这也是没办法 所以我会写歌 我写了很多就是给我妈的歌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可以现场爱 就是我们都是背后爱 像我们70或是背后爱 对 自己不是心里没有 但是是在后面爱 对 首先我认为自己不算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我在前些年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做了一些文化项目 也是非常的失败 然后甚至于负债累累 在那个时候我甚至于给我 跟我妈张嘴说我当年给你存的那点钱 能不能那张卡线借我 我连这只嘴子张得出来 后来那就把卡给我了 然后我在ATM机取钱的时候 因为不是我的卡一次只能取两千 你取两千我今天比如说取一万的话 我的母亲就会收到五条短信 我在那个银行门口啊 我说真的太失败了 就取一次钱 让我母亲收到五条短信的提醒 你的儿子在取钱 你的儿子在用钱 对 那个是我挺难过的一次经历吧 我说这个事是我尽量最后一次做这么一个不成熟的事在你们身上 就是以后尽量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明天比如说明天就定这主题了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现场说出那个爱 现场你和谁来的 对啊 你身边是谁 咱们明天一月是现场 告诉大家可以现场爱 不管是爱你的晚辈还是爱你回家爱你的长辈 非常好 就这意思吗 非常好 所以说你作为助理人 你得把这事好好唠了 你刚才唠的就特别好 但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什么 我们是你的版本教材 你也不用全熟 就跟以前搞得像 你说以前那个年代搞得像多费劲 俩人说出来这句话 哎我天我太牛腥了 你爬上你告诉你歇下 那就磨磨叽叽的 又又一种烙 偶尔摸个手 多少时间 对吧 有些话很难说出口 有些动作很难做出来 没事 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说什么 你只需要分享你觉得最普通的 你跟你爸妈的一天 因为你跟你爸妈最普通的那一天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对 那要不主理人 我们就定这个主题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把歌 就也可以定 越早越好 对咱们把歌定了 你可以先写自己想唱的歌 我是至少还有你 然后我那歌去透心 我写的是球鸟 球鸟不太好 说实话 我听过这个歌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对 囚鸟是真的不合适 不行 歌词不合适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对 不合适 你说你父母是囚禁你吗 对 但是如果说你再囚禁自己 都解不通 对 看奇怪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说得通的 真是说得通 因为我们不是说要有爸妈爱听的歌 要有给爸妈的歌 我明白的意思了 对吧 无所谓的那个歌的主题 只是让他们开心 对 看到一个小玩意 就是说爸妈 这是我来Live House喜欢听的歌 我给你分享一下 想让你们听听我在听什么 没问题 我写的是我要开花 我唱张信哲 别怕我伤心 哎呀哎呀 这个是老金曲 这嘎嘎的金曲 一颗 爱你的心 我要开花日了 吓我一跳 时时刻刻为你 转不停我的爱 也曾经 深深温暖你的心 然后刚刚七零说那个就是戏曲的事情 我也有一个启发 就是戏曲现在为什么会被年轻人接受 在重新做这个人编剧的人 据说也是90后 就是说明现在他们的思维的 他的能力 不仅是说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事情 而是说 如何让这个受众 让这个思想能被接受 受众群体打开 更加年轻化 对 他们更厉害的是如何懂得 就是把这个互动的东西 共鸣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 在新时代又非常融洽的 非常合理的 让大家又接受 这是我觉得 挺想去曲曲金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怎么让父母辈的人 愿意在这个年纪 几十年不去这种场所了 再吸引他们再来看 现在LIFE HOUSE这样的形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太好了 曲曲金 把格局打开 有机会见吗 有吧 王总 这人家今天在不在 这样吧 竹里人说有就有 有没有 有 有 我不知道 让你明白一下竹里人的现在作用 竹里人去找王总 聊 对 你得沟通 要资源 是吗 竹里人走吧 我看着王总电话号码 要资源要人脉 来 来来来我给你我给你找 我们要找谁 让王总找一个机会 让咱们去现场体验一下 去联系一下那个现场的 联系谁联系剧院呢 对对 那个乐剧剧院 喂 喂王总 哎 那个竹远找你 哈哈哈竹远找我 竹远只是个临时工主力人 你要这样 是这样你来一下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 你来不来 你说说就说没事 你们说咋了 我们呢就是觉得呢要打开格局和思维 嗯 所以我们要去看乐剧 对我们想去看看如今正流行的 居然能吸引到年轻的这个乐剧啊 爆火的这个乐剧 一票难求的这个乐剧 他是如何做到能够让吸引年轻人的 哪个乐剧啊 新闻门客栈啊 你不知道那那那个 王总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吕湘和陈黎君 对对对对 你们想去看演出还是想怎么着 想看 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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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很难看了吧 如果您能拿着票 对 你要看 对 买票可能够像 因为我同事 有一个是他们的那个乐剧迷 嗯 好像跟我说他们的票非常难抢 你看看 他一票难求 对 而且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演出啊 你们要看得今天看吧 对如果看不到演出 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彩排啊 排练啊 主要是想去已经想了解了解 他们怎么能让他如此之受欢迎 好我现在先联系一下 ok 等我一会好不好我打个电话 好好好 没问题 好嘞 等我一会啊 好嘞 谢谢王总 拜拜 你这个头跟尾开了个场 截了个鱼 谢谢 这是竹丽云的作用了 对 谢谢王总 这是我电话王总 哈哈哈 拜拜 竹丽云在这起到了一个 关键性的作用 头尾 启程转合 苦主 苦主 完了我有点饿了 怎么你们要是没有人饿的话就算了 我也饿了 那我饿还是不饿呢 我可以饿 哈哈哈 吃点啥吃点啥 我钱还没打给我 打给你了吗 应该打给你 你竹丽云 谁给我打 群群子 没够打 待会我问一下 不是 打还是打给你 我也想打给我 朱丽云就今天 明天我再打给你吗 不是 这这两天 你都不是 你就不你就主管吧 你这特别适合真的 不是 你是财务 我不想到财务 不要让我算来算去的好麻烦 每天要剪图 你昨天算的特别好 这只是昨天 非常好 你给我给大家打了个很好的朋友 不要跟我说 我不想过钱 我不想过钱 真的很适合我 我跟你说我把钱全部摊走 没关系 可以我允许 我允许可以吗 我允许 你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我相信 要你管 对 不 不就这样了 先不要聊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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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已经定好了 没有 我想放大我的鼻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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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那那我拿那个线的那个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就是两边穿好口 然后你一蹬 皮肚子放在 哈哈哈 我可以放到很大 这边穿好口 里面幅度不行 我这幅度还不行 你看一下我的 这边穿一个口 然后这边穿一个口 两边一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你等一等来不是 那好啊我这跟现在你拉我一下哦 我就我拉你 嗯拉拉不是你拉这个我拉我手 啊哈哈哈哈哈哈 无聊我看过这个 哈哈来电了来电了 王总好 嗨哎王总好喂我刚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们要26号才会有下一场新龙门客栈的演出 而且票已经早就没了 26号但是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是你们能见那个新龙门客栈老板娘 亲相遇的扮演者 小百花乐剧团的那个李云霄老师 他今天会在那个蝴蝶剧院 蝴蝶剧院 然后你们可以去那去跟他聊一聊 好好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如果从这过去的话我们大概半小时之内出发吧 好王总 还有一个事 咱们没事王总好一会见 咱们起 谢谢王总 咱们起了资金 不好意思我刚忘了转给你们那个出水资金 对转给白举刚啊王总 转给转给白举刚白举刚 白举刚已经准备好了 好好好 我现在转给小伙伴 好嘞好嘞 谢谢王总 谢谢谢谢 嗯拜拜 我们自己联系车啊准备出发的时候别忘了 好嘞 联车上哪联车 这这这有四机 车辆咱自己联系 主力人该干的事 一个少不了啊 主力人干这事主力人 主力人 哈哈 那今天乐队老师要不要 对 还有个事主力人 第一个音响老师得在乐队老师得在灯光老师都得在 舞美道具老师我们我们一会还要想好需要什么 今天打电话就要让他准备 对 对对对对 看来点懵 哇主力人好忙哎 这这笔这笔管钱难 哈哈哈哈 没事钱给我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辛苦了主力人辛苦 你忘了有一件事情吗 主力人可以分配任务 哎 对啊 我可以分开任务 对啊 哎今天吃什么呢才跟你说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说到这 leurs了 你来 打电话 别 我只是个临时工 不 wasn't 那不就是临时工干吗 这事 哎呀那这 赶紧的主力人打电话 我得打给谁哎 一个一个打 挨个打啊把那页都打完 我现在有点崩溃 这我特别害怕给别人打电话 哎 我真的不是 我特别害怕给别人打电话真的 哥也帮不了你了 啊啊啊 我特别害怕给别人打电话是吧 我电话从来不接 我的我的电话从来不开声的 我的电话是静音的各位各位 你们想吃点什么怎么快怎么来 因为咱们对对对 发展剧的出发老胡怎么快怎么来 我随便 打电话联系人 这平时我我没干过这事 从来没有 完全不接电话他给我看 他那个电话那个未接全是红的 他不接电话的 那我是不是给得给车先说一下 对 老胡这样 你现在给车打电话 你让司机4.20到这 咱们4点半出发 我要跟他说我是谁呢 你就说 你说你是主理人 我是17号音乐仓库的主理人 就ok了好不好 拨可以拨 老胡 可以我拨 任重道远 兄弟 你让我管钱的 你让我管钱的 喂 哎那个车辆老师老老师吗 啊你好 您说 哎我是那个那个那个 17号音乐仓库主理人呢 啊 啊老师麻烦那个就是一会儿 7 四点二十四点二十分可以来 四点二十五 四点二十五可以来接我们吗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哪啊 蝴蝶剧院 我们要去那个蝴蝶剧院 对 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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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好嘞好嘞辛苦啊 车辆老师 没事没事没事 选好了 明白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辛苦嗯 选一下自己老师 高级 我管家叫车辆老师 对车辆老师可以啊 师傅你可以问他姓什么 就是司机师傅啊 还有音响灯光 乐队老师现在打 今天晚上7点半到 现在就要打 现在打呗 你提前打吗 他们也提前准备嘛 对吧 提前安排一下 哈哈哈哈 我缓缓我 我打个电话太不容易了 我的电 哦 7点半音响 灯光 那个乐队 7点半到就行 可以 加油 没有问题 喂 喂 那个 那个您好 是乐队老师吗 呃 请问是 哎 乐队老师我们是那个 十七二音乐仓库这边呢 哦 哦 那个那个晚上可能有一个那个彩排 哎 在七点半的那个时候 你们那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 但有啊 有时间啊 啊 但是就是 呃 我们还不知道曲目 不知道曲目 哦对 曲目 对 哦 我们把曲目先讲一下 你说马上短信发给他 哦 那个 那约子老师马上那个短信编辑 发发过去给您 行啊行啊 啊 好呀好呀 行行行行 好嘞 谢谢约子老师 哎 好 好 好 辛苦辛苦 来晚上见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老人见老人见 好的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辛苦 好 那边是不是那个心情 嗯 明天排就完了 好拜拜老师 哎 没挂啊 哈哈哈哈 小胡学坏了 不是 我不知道啥时候挂 你知道吗 哈哈哈 不知道啥时候挂我 你都已经沉默那么久了 还不挂 那我看老师没挂呀 我以为老师再说一下 所以你也不好意思先挂 所以你要等老师先挂 我我 那 如何逼疯一个 哈哈哈 就是让他打电话 我的天啊 我这放 我出汗了 你干嘛 老胡 那就拍一张 发过去就行 没有他微信的 不是 短信 打字 发短信 一 冬天里的一把火 二 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 三 哪个是给老师电话来着 刚刚打的那个电话 三八六 最上面的那个电话 我们好像在教他打电话 发短信的 我真的从来不打电话 啊 二爷您好 印象老师是吗 哎你好 哎老老师 我们是那个十七号唱库那边的 哦 你好你好 那个晚上我们有一个彩牌 所以可能需要你们到一下 你们晚上有时间吗 呃 几点到 嗯 今天晚上七点半 七点半啊对七点半 ok 好的 好嘞 谢谢印象老师 哎 哎谢谢谢谢 嗯拜拜 然后我们串场也得 太想好了 像昨天他们那个串场 我觉得就很顺很丝滑 那有一个什么外卖那个 就是那个互动 啊 唐食啊 互动 他有一个有 有能撑得住的馅儿 那个大家每个人上来都不尴尬 对吧 我们提几个问题 对 把几个问题想好 然后他们来填 填完就我们觉得 哎有意义的 有意思的 对 我们就念他们互动 前辈我们在学你哦 哦 哦 龙哥这个有点奇怪 对着墙上 对 他每次 就前辈我说哪儿呢哪儿呢 那儿呢我叫大型 哈哈哈哈哈哈 来想一下 对 你好 哎你好 灯公老师吗 哎对的 你好 哎我们是那个 那个石锹 因为仓库这边的 哦 老胡 今天晚上那个七点半 我们这彩排一下 成长了 啊 你看对 刚才出海线也都溜达在这 就当有了 有了 不需要我们了 自己就能完成 这上手多快 对 有很多事情是你 你认为他难 你一直觉着他难 你一直躲着他 你可能就一直觉着他难 当你坐着的时候 坐着坐着就 好像没那么难了 我的感受 就很好玩 很好玩 当然以后我可能 能不做我还是不会做的 哈哈 老胡 今天晚上我们 如果讨论出来舞美 只需要一个登球的话 那就不需要找舞台道具 如果还需要其他东西 还需要联系那个舞美 老师 应该打景田 舞美在这个场合 都要做些什么呢 知道 哎 我们在 那个时候舞厅不就是 中间有很多地儿 这一个小小范围 大家可以在这儿 这有一 喝水的对 对 把这个散台 可以 就是有一个桌子 可以放水里面 就把它变成一个那种 真的就是一个厅 然后里面就有 这儿吧 就有一个厅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随便站着 你可以稍微往后围一点 你可以围桌 一起喝点水 扭一扭 玩一玩一 可以到前排跟着一起蹦 都可以 你们发现没有 咱一聊细节小胡就 好 不是 他就思考 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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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思 胡思 是 胡思 胡 他说的 谁说的 他说的 张远说谁胡思 不是 胡思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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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那个 刚才那个小白说的方法 让可能他们来的人 不用那么紧张 但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往后一点 对 就后去一点 咱们是不是从自己的穿着上 或者是再简单到 像昨天撒花 比如说 那么上来是对小道具 我用这种小的东西 或者是好操作的 把这信封给堆出来 可以 反正我先记一下 小花 就拿手上拿着那个 拿着那个甩甩甩 就是像拉拉队那种 对 刷刷刷 你像一封家书 咱们是对吧 信封 对吧 是很解不复杂 就是小氛围吗 对对对 信封可以 哎 这好 这好 信封 然后那个 那我们海豹怎么搞 我们回来设计海豹 这个还跟明哥有关系 你追这海豹 其实 我觉得做的好好 上一期大部分是胡语彤做的 胡语彤啊 胡语彤很会很会搞 年轻人 9495的话 99 就猜 觉得跟你吗 跟你一样吗 对 对 那你来吧 你也年轻 比如说这种不喜欢爱情的理由 这是一个食肖音乐仓库的照片 然后留白 然后上面写字 做的很好 刘济诗里的 又有一个昨天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的妈 太文学了 太文 太文学 你看他们也有 也有就是 很简单直接的 嘿你真棒 这是莫莫的那一场 对 很简单直接 你看那个以前有个老歌叫牵手 嗯 他说爱着你的歌 天手 你看着那个词写的 我爱着你的爱 我走着你的路 对吧 就他那个就是感觉就是 爱着你的爱 哎 走着你的路 就这意思 哦 我觉得这个当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当心目都挺好的 听你所听爱你所爱 对 这是最直观的对吧 你的爱也是我的爱 直给 嗯 可以非常好 听你所听爱你所爱 主理人 听你所听爱你所爱 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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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烦你 哈哈哈 搞到好像你是那个老板 然后你在下达命令一样 去 还故意整他那个状态 朱立仁被架空 朱立仁打这个电话 朱立仁联系那个人 朱立仁写这个名 有史以来最萌朱立仁 哈哈 哈哈 看小虎 小虎回归这个表情 开不开心 开心很对 哈哈哈 订因为事基本要订完了 哈哈哈 哦司机到了是吧 哎哎哎车老师你好 啊刚好 那我们在车上吃吧 出门 出发 出发 到了到了到了 走 蝴蝶剧场 新龙门客栈 哈喽 哎呀 哈喽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新龙门客栈 里面请 哦 你好 哇塞 本人这么漂亮 哈哈哈 谢谢 欢迎点冷 我们先往里面走吧 这个门就是专门 给新龙门客栈准备的一个门 这就进客栈了咱们 对 我们先上电梯 不好意思 也没有带什么见面礼 哈哈哈 没事 但是客栈老板娘要啥都有 哎 你看看 说得真好 真好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我们新龙门客栈的这一层 这些呢都是我们过两天即将要演出的演人的人形立牌 这两个呢就是专门留给那个晚上的观众打卡的 来给我拍一个 眼神给老尾来一个 对喽 哎呦 哎呦 右手边这里就是所有观众来的 留言板 对 给我们的留言 这边的印章就是刻的都是我们剧中的人物 对 还有一些江湖暗号 比如说像这个里面 它这个是我们的100场龙门客栈的印章 对 都是让观众去打卡留念的 然后这里呢都是一些新龙门客栈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道具 然后还有牌词 都是留给观众来打卡的 天大地大我最大 有嘴吃饭闲事必须少管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所有卡丝的组合 新龙门客栈因为是环境是驻场演出 是所有的卡丝都在这里 会根据每一天的阵容 贴上我们的人形的标识 各位客观 今天有向好的女儿红 请各位共饮一杯 我们酒是没有 但是我们有新龙门客栈的人肉包子 哈哈哈哈 人肉包子 我觉得一下吧 给石窍音乐餐馆要做一些东西 思路打得更加 是不是 一下子打开了 很好很好 他们过来是投一脸了 我们是来投一脸 这里就是把现代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也植入到剧场里 人家多么的会与时俱进 对啊 还会搞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明天就搞 请进 哦 哇 哇 是 龙门散有雨 血远呼响山 沐上苍呼续 一切追龙门 哇 这个座位的感觉好 哇 这个座位可以坐到这儿来 怪不得想看 你真的是 这种待遇 这真的就是沉浸式的舞台 沉浸式 我看有一些花絮在网上分享 就很近 最后互动 起来 把这个教绩们可以很择地 讲什么来着 牵牡将军 我必遇上 这跟在我脸上也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了 等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对 这样子那个 哎 哎 对对对对 那个 大魔无情 我对于这个新东门客栈这个乐剧 所有的了解都是在网上看到各种 短视频的推广 我刷视频的时候 我就经常刷到各种 呃 乐剧也好 京剧 昆曲 这一类的东西 我就发现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刷过去了 我会停留 看一会儿 然后甚至就是看得多了以后 他就越来越给我推 我会开玩笑说 不会到年纪了吧 这就已经开始感兴趣了 但其实不是说我到年纪了 而是这个感兴趣的年纪 所以他越来越早了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包括我了解到 这个乐剧的观众的年龄层 甚至已经拉早到了十四五岁 可能初中生都改兴趣 都想去看 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嘛 它可以再次流行起来 我觉得是个特别酷的世界 我们所有人一进去就 哇哇 这就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表演场地 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哎 暗道啊 然后升降啊 这位大侠你已经上屋顶了 你怎么就上去了 这也太棒了 很多细节的东西做的真的特别好 这都是要花心思的 你可以摇一下那个铃 对就是这 我也是因为新农门客栈 我才注意到 哦 原来现在的剧可以做成这样 现在的乐剧 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 手臂打开一点 大 大 撑 撑 你看大 撑 拎出来 好 眼睛眼神定出来 好 看到了老师们也在求新求变 跟我们讲 外边为什么会做成那个样子 希望大家不陌生 有沉浸体验 但是也有当代和过去的交流 尤其那个李老师说的一句话 他们想到现在很多种沟通方式 但是并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 为什么说新农门客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式的这种表演 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呢 你看观众他是身处其中的 他一进入到客栈 他就进入了这个规定情景 他的这个体验感他是全面的 这种真实性 包括这种互动性 我觉得是现代人和人之间交流最需要的 打开思路 怎么和现场的观众产生更好的连接 怎么让现场的观众能够更好地沉浸到表演当中来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 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回去 对老丈人休息一下 好好好 老师你们也继续忙 好的 谢谢 谢谢 谁敢喝个饮 来 我看看现在六点半 回去七点 七点半吗 回去该收工 不能收工 回去要彩排 不是要排练吗 好 对 我今天看到他们那个留言板 我觉得它好有意思 我好想做一个留言板 可以 我觉得留言板可以做 我也觉得好 来福留言板 可以把看的感受和想说的话留言 因为不是所有的 我们都会在堂食或者怎么着 去分享出来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 每期演出的时候让他们留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收藏起来 我们到时候在某一个阶段 全部都拿出来 来再翻看一下 可以 我刚刚有一个感受 我就觉得 你看我们有七首歌 全部唱给父母被的听 对吧 对 我就在想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让他的父母也感受 他们现在在听着什么样的音乐 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堂食 可以就是有一个说 给对方安利一首自己十八岁 最爱听的歌 这样来福堂食 明天咱们要写东西都有了 对这样我们来福堂食会有很丰富的内容 而且这些都也是围绕着父母和音乐的 都是扣题的 对 其实LIFE HOUSE 觉得是可以有一个吧台 其实我也在觉得 我觉得LIFE HOUSE缺点吧台 特饮吗 对 我们可以调点特条 就一大桶 我们就做好了 放在那加个瘟 对吧 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那个特条在那喝 可以吧 你得花钱 对 要花钱 要花 这点钱 该花 这是该花的钱 老胡 奶茶桶你见过吗 不贵又保温 量又大 怎么样 如果要做的话 咱们就定下来 没问题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 哈哈哈哈 你是朱里人 你不用瞅我 你不用瞅我 那这之后就不用了 用啊 每期都用了 就每期的特条不一样 我替朱里人说句话吧 好 咱这一期就是 失败了 咱也 咱也没有什么坏心情 哈哈 咱也没有什么坏心情 是吧 没毛病 没毛病 就很可能我们没有想的那么理想 你别闹心就是 是 是 军这么定了 我现在就下单 明天就到好不好 下单 下单啊 老胡下了啊 下 下 批不批这个钱 来 愣 你现在还问我呢 这不钱都在你那儿吗 哈哈 哈哈 你走个过程 问问你 主理人在这 他 没有 不能私自搞事 我是助理人 这买了咱们能用 然后咱们第二季用完了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 我们可以留给后面的人 对 太好了 我们还可以传给后面的 传家宝 我们的后面传家宝 人家不是有全家桶吗 我们这叫来普通 这种钱就得花 对 你们垃圾不处理一下啊 忘了 高总你觉得该给谁 主理人 我们的主理人 对 狐狸 我是大家的助理人 狐狸 我这一季都不当狐狸人 我这还挺顺 我是大家的助理人 狐狸 狐狸 我当狐狸 到达目的地 其实我们在开场之前 这一块其实应该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 就像我们今天去这打卡 那打卡 对 在看演出之前 我们先可以去干很多事 对 我们可以喝饮品 我们可以留演版 对 还可以想学其他的 我们可以有一个后场环节 对 这个后场环节 可以引导大家去干这个干那个的 把这片全体验完了 把该买的买了 把该留的留了 然后 好 请观众们一步到台前 我们准备开始 各位 我还有一个小想法 我们演出开始前 其实可以放一个小片子 就重复播放 就我们每个人对很简单讲几句话 欢迎来到十七号音乐仓库 在这里 你可以到来福联员版打卡 引导大家 说你想说的话 你也可以自助选择 每一期主理人的特条热影 对 我们引导大家去体验 然后比如说又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起来 反正办一次你们就知道了 很多我们之前在这个范围 就是有的一些想法 包括想在这儿唱歌 不太好实现 对吧 因为大家所有人都想到 去第一排去看你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管这边有啥 我就在那等着 因为他要拍嘛 人家肯定想要去第一排拍嘛 对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明白 这样 我们在入场前有半个小时 让他们先自由活动 然后我们要怎么把这留言板落实 呈现出来 对 怎么落实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龙哥的那个 拍照打卡 然后在那个照片的背后写下留言 然后把那个照片就我们可以贴在这儿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需要一个那种泡沫板一样的那种 然后然后把它盯上去 可以 到时候可以在堂食的时候 把留言板拿上台 然后可以引导大家 引大家来做这件事 而不是堵在前面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 抽奖 现场互动 对 我们抽的奖可以更实在一点 尤其是这一期 我们可以送米 油 面 这些很实在的东西 每期可以不一样 对 有一些实质性的 然后又有意义的 又纪念意义的 因为张友跟着时间长 有些想法你要觉得想的好 但是可能实际起来有问题 我觉得你还是要 就是我觉得刚才有这些想法都挺好 只是第一次实行之后 你们就什么都懂 嗯 我实际起来很难 对 那我们其实可以那个报改 父母也挺好的 所以就是说想说 比如说年轻人看那个Live House 然后都是会在脸上贴那种 亮晶晶的呀 有主题的装扮啊 那种的 咱们要不就贴那个 十七 所有人都贴那个十七 啊那种小小贴纸 对 彩色的 你们觉得 可以啊 我来讲一下 父母进来的什么感觉 比如说 他是不是得先左右瞅瞅 你进来 这就是Live House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就在旺 你看那舞台 那舞台 你那么近啊 那歌手啊 对对 就那么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你要不要来报改一下 你要不要来报改一下 我们这有贴纸 你看 我也我也来 我也来当 我也来当 我也要当那个 你当贴纸啊 不是 哈哈哈哈 我当妈 啊 哎妈 我当一趟妈 哈哈哈哈 我妈妈 妈 哈哈哈哈 北京大姐来了 这就是Live House啊 你们这年轻人就整这些啊 对 不是这这 叫漂亮 这音箱 这玩意 这吵不吵我耳朵有点 哎不吵一会儿的氛围贼拉好 热茶了热茶了免费的热茶了啊 来看看这干啥 看这看啥 来来来 什么东西 养生热茶啊 这有茶 你要不要喝一点 不要钱 不要钱呢 随便拿 不要钱来点吧 不要 不要钱来点 那来点 不要钱来点 来一杯 来一杯 呦这景田 哎呦 景田在 阿姨记得跟我们打高分啊 我们是今天分要很重要 打什么 感受啊 你要好就打打 对对对 分啊 分怎么打呀 怎么打呀 就等一下听完他们那个 那个觉得好不好 你就跟我说一声 我就给他打分 嗯 那不好呢 前面啊 前面 听听说他们送那个米送油 送米啊 嗯 多少公斤呢 哎呦妈 你这送的你还想多少公斤呢 真的 嗯 二位 只要在这打卡拍照 就有机会获得油米面 拍一张 来来来 当然肯定有抽奖 肯定有抽奖 别 来来拍一张 别 妈来 哎 我不爱 你看这有墨镜 有墨镜 我不爱拍这玩意 我不爱整这玩意 来戴墨镜 戴上镇 哎呀 我这多着笑啊 我这 来来来 哎呀 这 阿茶 看好不好看 哎呀 还行 还行啊 还行 还行 还演出开始 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 开始 哎呀 明白 不要开会儿 哎呀 哎呦 哎呦我的心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大概走了个流程 演练了一下 演练一下 还可以 还可以 十七二仓库 特别栏目 十七号剧场 你好 嘉宾来了 哎呀 六老师 六老师好 六老师来了 六老师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 辛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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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咱们约好不就是这个时间 对 对 咱们结果吧 先排练吧 来 走一下呗 可以 试试看嘛 哎 我也刚刚换 不唱 不唱原来那首了 看个大约在东季 大约在东季 吴夏 你确定要唱这首吗 轻轻的 我将离开你 请叫眼角的雷势曲 他老这么高我 轻轻的 我将离开你 请像眼角的雷势曲 慢慢唱月里 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 别为我哭泣 我目前看到一个 我在打印机 我在思考一个东西 如果能够把照片结合文字 这样的留言板传下去 那这面墙 就会越来越满 或许可以把它 就做成一个时尺音乐仓库 来付留言板 每次都会有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还是你看 你把那件事 想搞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我就得看张远儿的意思 远哥 我就不管怎么样 值得一试 就是可以来一回试试 试试呗 那今天晚上11点前下来 明天就知道 那你们觉得那个 暴改父母那个好吗 就是给他们一些 贴纸贴钻 或者是 一些 一墨镜啊 什么这些 我们可以准备这些道具 我们把这些道具都摆上 然后他们可以自由使用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 一个杂货店 去购买这些杂货 如果杭州有这样急修的小市场 可以啊 对 这些小市场一项全都买完 有的 有对吧 有 那我们今天就把需要的东西列出来 然后明天去买 起床 咱们第一天设计去买 对 完美 这些处理人都知道吧 肯定知道 他说我想大约失败东西 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冬季 现在 好 他说了 好的 没问题 你吩咐的我们都懂了 你吩咐的很好 我们都明白 明天先去 小小商品 市场买商品 准理 打海报什么的各种 我们都明白了 啥呀 我说啥了刚好 你说大约在冬季啊 我们问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去办这些事 然后你说大约在冬季 我说的是没有我的日子里 你们要好好的工作 这一会儿都反应快了 开会儿 我爱你的心里 时间都没 啊 才够时间到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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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这买啥来的驴 兴奋 来福留言板的板子 比买十支拍照的小道具 小便利贴 呃 一打买五打 然后性风 得要然后性质 对吧 就这么多东西 现在加个米油面 反反就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不可以 无理行不行 可以可以 咱们今天店员靠不靠谱 靠谱靠谱 我我是我是助理人助理人 助理人 我负责打电话 现在喜欢要打电话了啊 我负责联系人 你给群里发个消息 你问一下西林 咱们那个来福堂时抽几份 米面油的礼物 我觉得就这样 按照外卖堂食 比如说 那个堂食和抽大家互动点歌 咱们有多少次互动 以这个数量为主 对吧 那个我觉得咱们 不是今天总共五个人吗 咱们可以买五份米油面 但就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六 你看很顺对吧 你觉得咧 咱们就买六份 买六份 就很顺嘛 咱们第一次做 图个吉利好不 不差这几十块钱 可以 可以吧 好 哈哈哈哈 买六份 买六份 略略大顺 为啥西林说买两份是啥意思 我打电话 喂喂 西林 老白咋了 那个 咱们的狐狸 有事问你 怎么就我有事 就刚才你问的那个 你问吧 哎咱买几份米面油啊 我看老白说六份你说两份 不是 啊啊 西林我我刚才在说 米面油 咱们都买那种米说 两斤一袋的米 一身的小桶油 然后一一袋面粉 就是这三样东西凑成一个礼包啊 一份礼包 对 啊可以啊 就做小份的嘛 对 咱们就一套嘛 好吧 行 那我们看就来了 只要预算合理都行啊 你们问我在啥 不是胡助理人吗 我是助理 我帮你记录一下我只是 行行行行行 行没问题没问题 好 这个ok的 嗯拜拜好拜拜 好嘞 大友拜拜 好 刚才给我特地打了个电话问我 说那个面是要是要怎么 这个米要怎么那个是要怎么打包 还是怎么的啊 打包 哈哈哈哈 但胡总昨天突然特别自信的说 我去买东西 对我都有点 差异了 我去购物行不行 你确定你行吗 我可以 我从来不购物 但是我有信心 明白 对 怎么那么主动 对 你只要别让他送外送 因为外送要 你知道你 你发现他 你得面对人 他设口 他就不敢面对人 里面冷不冷 要不要穿油 你看里面的人吗 都穿了 这里面人怎么找呢 你看 就问呗 这有卖油里面油的 有 我后悔 后悔啥后悔 没有后悔药可买 哎呀 走吧 购物袋 超市有卖米油 主力人 购物袋 走吧 哎呀妈呀 这哪买呀 我的妈呀 我有点懵我现在 我一大社恐 你好老板 我想请问一下哪能够买到那个 小黑板呀杏纸啊这种东西呢 啊地下室 地下 地下 地下在哪 好谢谢走 地下 地下怎么去 地下 地下走 地下在哪 走吧 直接走 不犹豫 不知道在哪 不逗留 地下 这 没有下地下的口 那 我从这 正是挖井从这下的 是不是一下有安全感了 哇塞 哎好全 哎东西好全哦 哇塞 来 先先把信纸什么的买了吧 哎你好老板 请问有没有信纸 就正常小一点 这本多少钱 九块钱 九块 你怎么知道九块 哦 老板 人家订了价的 就这个吧 老板我们先拿这个啊 11块 然后信纸在哪 信封信封 可以就这个吗 可以吧 这个比较传统 然后买买笔买六只吧 老板便利贴有吗 就要一小包就好了 就是买个小黑板 那就这个呗 还有啥没买 拍照小道具 啊这种可以 男孩女孩都能带 行不 哈哈 哈哈哈哈 走吧 可以 我觉得米面油 咱们就可以点外卖了 可以可以 我们的湖主里人非常优秀 别别闹了 极其优秀 我已经逛不动了 这是我逛街的极限了 你看你来这 又打了电话 对吧 快逛了街 又逛了街 还有更多技能等待你开发 逛街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技能 多厉害 走吧 每天阳光倒挺大的 就是温度上不来 都是阳光明媚 已经不错了 今天比昨天强点 对 好 开锁什么 咋了 开不开的 我每天跟这玩意照尽都是这样 好 好了 走 看咱们还是比那个购物的人 先到了一奶奶 他们到了也进不来 你把这拿进去 我把那快递拿了 好 坐 这句话说得也太准了点了 你看看 辛苦了 活的地方 如何 不理会 齐艳怎么样 打的了 如何 咋了 购物体验 怎么了 没事 一切顺利 哈哈哈哈 哇哇哇 这些购物叫赖我来吧 天呐啊 这是啥呀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们研究一下这个相机 哇 哇 哎 哇 哈哈 哈哈 哇 哇来了 啊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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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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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Live House 能够彼此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又有点期待又很新鲜 然后又有点不知所措 我觉得会有 在仓库挺有味道的 Live House不仅仅只有音乐 它还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 听你所听 爱你所爱 让时光倒流 让你成为我 海报还没做出来 没给我发呢 是没买双面招 你问我 我问谁 你今天必须承担起 串词的主要作用 你非逼我 我还真说不出来 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 咱们抓住 快去 完了 完了 我这个货的感觉 好 现在要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